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柯玉芝相识于高中,一起在英国留学期间秘密结了婚 而后的63年里,他们风雨与共,互相扶持 可是,柯玉芝还是先走了一步 在柯玉芝的葬礼上,李光耀的一个举动感动了世人 让全世界都为他们的爱情动容 在长久的陪伴中,李光耀和柯玉芝早已活成了一体 他们形影不离,不管发生什么,都一起面对 然而,那一次的结伴出行,却让李光耀后悔不已 2003年10月,李光耀带着柯玉芝来到了英国访问 可就在下榻四季酒店的晚上 82岁的柯玉芝突然中风了 遇到再大的事,都能沉着自如的李光耀 这次可是慌了神 他颤抖着拨通了急救的电话 叫了救护车以后 他来到床前轻轻地和妻子说着话 芝,别害怕,我已经叫了救护车 很快就能到医院了 好了,以后我们一起回家 然而,经过检查 当时柯玉芝的脑部已经有了清晰可见的血块 幸而,经过八小时的抢救 柯玉芝终于被救了回来 李光耀紧紧地握着柯玉芝的手 说,芝,你一定要好起来 我不能没有你 医生建议柯玉芝休息几周 以后再回家 可是李光耀断然拒绝了 他让人把一架民航飞机改造成空中医院 他带着柯玉芝飞了12小时 终于安全回到了家 中风以后 柯玉芝的身体大不如前 他甚至还失去了左边的视觉 但是他依然非常乐观 而且还保持着看书的习惯 只是需要用尺子一行一行地移动 辅助一下 可是李光耀却非常在乎 从这以后 他总会站在柯玉芝的左边 吃饭的时候 也总会坐在左边给他夹菜 可是无情的疾病 再一次向柯玉芝袭来 2008年5月他又一次中风了 而这一次比上次又要严重了许多 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只能躺在床上休息 就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得小小的 可是柯玉芝的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差了起来 医生告诉李光耀 他可能只剩下几个星期的时间 李光耀听了 难过得别过了脸 这时候的柯玉芝已经完全不能动了 也不能说话 李光耀就亲力亲为地照顾起了柯玉芝 给他喂饭喂水 让他按时吃药 还给他擦干净嘴角的油渍 柯玉芝虽然已经不能说话 但他对李光耀眨了眨眼睛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 他所有的誓言他都懂 每天夜里 李光耀都要给柯玉芝读他喜欢的诗歌 今天是《淡丁》的 明天是《歌德》的 然后还会说说当天发生的事情 2010年10月1日晚 李光耀似乎感慨完签 他娟娟不断回忆起和柯玉芝年轻时候的故事 就这样 他们一直聊 聊到很晚很晚 10月2日 柯玉芝还是走了 留下了他深爱的哈里 这时 已经离医生的语言 过去了整整两年零三个月 在柯玉芝的葬礼上 他的棺木放在了礼堂的正中间 旁边放满了白色的鲜花 李光耀站在柯玉芝的旁边 他动情地在手上伸伸一吻 然后划过妻子的脸颊 或许一次并不足以表达他的不舍 他再一次伸吻自己的手 伸向妻子和他做最后的告别 知 别害怕 我随后就来 到时候我们永远也不会再分开 此刻的李光耀看着妻子如熟睡般的脸庞 他的思绪却早已飘到了他们刚刚认识的那个夏天 李光耀从小就是学霸 十二岁那年他就考进了英校来佛式书院 在学校里他一直是第一名 十八岁那年他又毫无悬念地考上了高中部 但意外的是他却不再是第一名 这究竟是谁 成绩居然比我高出一大计 李光耀心里暗暗想着翻看着年级的成绩单 当他看到柯玉芝的名字时 心中又是一惊竟然是个女的 可这里明明是男校呀 从同学们的口中李光耀慢慢知道了 柯玉芝就是因为成绩太好 所以被学校破格录取的 在这以后的学习里李光耀更加努力了 每一次他都全力以赴 因为他要赶超柯玉芝 可眼看着两个人的成绩越来越接近的时候 这场无声的比赛悄然而止了 二战的爆发 日本侵占了新加坡学校被迫停课 本以为他们之间的交集将就此结束 但老天似乎总喜欢把优秀的人凑到一起 停课以后 李光耀打算趁这个时间做生意赚一笔钱 可以用来实现自己出国留学的梦想 在多番打听之下他知道了 由于战争浇水齐缺 文具店里的浇水一直难求 于是他决定要生产浇水 而碰巧的是 他的高中好友杨玉林家里就是生产浇水的 杨玉林知道李光耀对浇水也产生兴趣以后 就邀请他到家里一起探讨接下来该怎么做 收到邀请后 李光耀骑上他的脚踏车筐当地就去了 在巷子里李光耀找不到具体的位置 他看到有个小女生坐在门口安静地在看书 请问你知道玉林住在哪儿吗 李光耀礼貌地问道 可当女生一抬头 柯玉芝 这个名字一下从他的嘴里蹦了出来 自此以后 李光耀经常到杨玉林的家里 他们一起合伙做起了浇水生意 而柯玉芝和姐姐也经常给他们出出主意 年龄相仿的几个人很快就熟络了起来 然而他们的感情却遭到了柯玉芝父母强烈的反对 柯玉芝的父亲柯守志是华侨银行的总经理 他们一家是赫赫有名的大家族 当然看不上李光耀这个穷小子 李光耀知道了以后 他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 久久不愿出来 几天以后 李光耀约柯玉芝出来散步 看着他满怀心事的样子 柯玉芝以为他是来和自己道别的 心里虽然难受 但是依然静静地陪着他在河边走着 谁说只有你能去英国 我就不能去了 只要你不放弃 我就一定相随 柯玉芝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听到了柯玉芝的话 李光耀这才把快要从嘴里跳出来的心 放回了肚子里 1946年 李光耀坐上了前往英国的邮轮 他考上了剑桥大学的法律系 站在邮轮的扶手边 他像在岸边为他送别的柯玉芝挥了挥手 心里默念道 我一定能给他幸福 果然 柯玉芝也兑现了他的诺言 一年以后 他拿到了只有两个名额的大英帝国女王奖学金 来到了剑桥大学法律系与李光耀相聚了 同年12月 李光耀和柯玉芝在史特拉福秘密结婚了 1949年 李光耀和柯玉芝双双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回国后 他们一起来到了黎爵律师馆 当起了法律助理 当一切都安定下来以后 李光耀来到柯玉芝的家里 向他父母郑重地提亲了 虽然两人已经领了证 但是李光耀希望可以给柯玉芝一个完整的婚礼 也给他的父母一个交代 更希望向全世界宣布 他是我的妻子 面对学成归来依旧谦逊有礼的李光耀 这一次柯守志没有再反对他们 1950年9月 李光耀给了柯玉芝一个盛大的婚礼 两年后 李光耀接了一个大单子 邮店制服职工联合会 为了争取更好的待遇和政府谈判 但是却遇到了僵局 这一次 李爵律师让他独立代表职工方和政府谈判 这无疑是对李光耀的一次考验 也是给他人生的一次重要机会 当时刚生完孩子 还在月子里修养的柯玉芝 顾不上自己的身体 和李光耀一起一遍又一遍的修改生命 最终政府还是让了步 工人们也取得了想要的待遇 而李光耀自此以后名声大噪 来找他打官司的人源源不断 有一天李光耀像平时一样 吃完饭以后拉着柯玉芝去散步 吃 我有点不想再当律师了 李光耀把他的想法说了出来 哦 柯玉芝等着他继续说 我们当初选择读法律 是为了能帮助更多的人 获得公平的权利 可是现在我发现 这只能帮助很少的一部分人 所以最近我一直在想 如果我变成政府的那一方 从制度和政策方面下手 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受惠 只是李光耀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出了他的顾虑 只是如果参选 可能一时半会赚不到钱 反而还有可能要花钱 柯玉芝听了以后 静静地思考了几分钟 然后说哈里 你知道我不求什么大富大贵的生活 只要我们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我就知足了 参选确实可以帮到更多的人 如果这是你的选择 我也会支持你的 钱的方面不用担心 我也有案子的呀 得到了妻子的肯定以后 李光耀马上行动了起来 1954年10月 李光耀创立了人民行动党 开始为新加坡争取独立 1959年 35岁的李光耀成为了新加坡的总理 正式开始施展他的理想抱负 柯玉芝不但对丈夫的事业步步扶持 他自己的事业也如日中天 他们夫妻俩和李金耀 还有巴克一起成立了 李吉李律师事务所 他操持着事务所里面的大小事务 而且还把他们的五口之家 打理得井井有条 平日里柯玉芝不管多忙 也会抽空辅导孩子们的功课 可到了周末 那就是一家人都喜欢的家庭同乐日 就这样柯玉芝陪伴着李光耀 甘心做他的闲内助 让他在事业上奋力奔跑 正是因为这样 李光耀在短短几十年里 把贫困潦倒的新加坡 变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强国 他们是竞争对手 是事业伙伴 是爱人 是知己 更是灵魂伴侣 从年少到白头 两个人携手走过了63个春秋 经历过了无数的风风雨雨 这一路来 因为有了彼此的陪伴 而让他们的人生更加圆满 2015年3月 哈利也兑现了他的承诺 去找他的知了 两个人此生再无遗憾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这期故事打动了您 欢迎按赞并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